女皇武则天,号称千古第一女帝,在她身上创造了无数的第一,不过与她传奇的政治生涯相比,好像她的私生活更加有趣有料,传说武则天晚年的时候,性欲极强,有倒是三十岁的女人如狼,四十岁的女人似虎,五十岁的女人坐地能稀土。 那咱们的这位一代女皇武则天,她的性欲究竟有多强,是不是真如传说中那般,一夜榨干三十位精壮猛男? 这里是包包说历史,欢迎订阅,带你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 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,李唐王朝290年的历史,有近半个世纪,是由武则天这位女姓皇帝导演的,武则天一生的功过,经受一代又一代人的评说,其中有包养,也有贬义,可能对她贬持最多的是,她曾拥有几个男宠,这便成为她千古难民的丑闻,成为文人默克颠来倒去的话题。 以至于连同她创造的卓着政治业绩也随之淹没了,武则天十四岁的进宫,被李世民封为财人,可以说第一个夺走武则天出业的男人,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。 十四岁就破瓜,在现在看来可能略有残忍,不过在古代,却是个正常年岁。 就在武则天十四,五岁的时候,刚刚尝试过男人滋味之后,李世民就不怎么喜欢武则天了,因为后宫美女一大把,压根就没时间,也没经历独宠,那个时候还名不见经传的武则天。 所以啊,武则天当时内心相当空虚,尝过男女之欢之后,又没人来继续填满自己。 可见那几年,武则天每日都应该在抓心挠肝,皇帝为什么还不来临幸我,为什么还不来临幸,深宫大愿,自不比寻常。 武则天就算是心中疑你,也没处寻他的情郎去,找其他男人更不可能,谁有胆子敢碰当朝皇帝的女人,还别说,真就有这么一号人,刚冒天下之大不韦,跟武则天勾搭在一块,他就是李世民的第九子,后来的唐高宗李志。 李志胆子大,赶完老爹的女人,初开始的那段日子,夜夜与武则天成欢,日日交合,而武则天也总算是,找到了一个男人,可以发泄心中浴火,好不畅快淋漓,过了半年之后,唐太宗李世民并轰,武则天作为妃嫔,被送进了赶夜寺,李志接了劳字的班。 登临地位,想方设法把武则天接回皇宫,仅一年多的时间,他就由尼姑晋升为昭仪,陈飞,直至皇后,这时,高宗很难再接近别的女人了,宫中众多嫔妃宫帝都失去了裴寝的义务,成了纯粹的女性官吏,和李志在一起的这段日子,武则天很安分,除了政治手腕逐渐显露之外,私生活一直很注意, 即使李志变成了病秧子,压根就没有气力与自己交合,忍了李志四十多年之后,这家伙终于挂掉了。 当时武则天已经六十岁了,大权独揽,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冲一些后宫男嫔了。 天寿元年,公元六百九十年,武则天正式登基,改国号维州,成为名副其实的女皇帝。 武则天那作为女人的需要也被激发了。 武则天在招纳男宠方面与其他人有些不同,应该说,武则天招纳男宠,主要是用来浇灭浴火的,这与武士家族女性普遍性欲较强的基因有关。 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妇人,后改封太原王妃,八十八岁时,仍性欲十足,竟然与自己的外孙贺兰敏之乱伦通奸。 对此,旧堂叔称敏之既年少色美,争于荣国夫人,新堂叔称敏之勺秀自喜。 争于荣国,就连智学严谨的司马光在资质通奸中也称敏之貌美,争于太原王妃。 可见这事不是虚构,另外,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,姐姐韩国夫人,外甥女魏国夫人在私生活方面都不是省油的灯,武则天在这个家族中也不会例外。 权力,是男人的伟哥,也是女人的催情记,而且地位越高,权力越大,这种来自身心的蠢蠢欲动就越强烈。 红道元年,唐高宗病逝,武则天掌权,身心放松,九折的生理欲望,在权力的刺激下再次激活。 于是,男宠成为武则天这个寡妇的必需品。 此后,薛怀义,沈南求,张一芝,张昌宗等这名男宠,相继成为武则天的成为伴侣。 高宗死后,首先入世武则天的是薛怀义,薛怀义原名冯小宝,本是同关县,金陕西同川,街头卖高药的小贩,后来因为在街头帮人打架,误伤人命,为躲避官府的缉拿,潜逃到洛阳,在白马寺出家当了和尚。 唐太宗死后,武妹娘作为太宗的嫔妃,都被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,白马寺和感业寺只有一墙之隔,而且两寺同饮一井水。 有一天,武妹娘和冯小宝在井台相遇,武妹娘打不动水,正在为难,这时身材高大,健壮有力的冯小宝也来井台挑水,帮助武妹娘打好了水,还给挑着送到了尼古安的大门口,然后再自己去挑水,于是二人就认识了。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,立刻让冯小宝当上了洛阳明差白马寺的主持,高宗死后,武则天就让冯小宝随便出入后宫,又把他的名字改为怀裔,赐给他薛姓。 薛怀裔凭着过人的聪明,加上当年的感情,很得武则天的爱惜,又因督见万象神功,有功被酌为正三品左五位大将军。 封梁国公,后来还多次担任大总管,统领军队,远征突厥。 不久,御医沈南辽成为武则天的新宠,薛怀裔出于极度,一把火烧掉了耗资巨万的万象神功,武则天却不予追究,而后薛怀裔日益骄横,终于引起武则天的厌恶,指使人将其暗杀。 薛怀裔死后,已过中年的沈南辽温和有加,却身心虚弱,满足不了武则天的要求,七十多岁的他又陷入了寂寥烦闷之中,喜怒无常,脾气暴躁。 恰在此时,有人又见张一只兄弟待寝,这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,不但聪明伶俐,通晓音律,而且精力旺盛,更有事情的本领,把武则天服侍德叔叔福福,身心愉悦。 武则天马上给二人加官四品,从此二张眼若王侯,每天随武则天早朝,待其听证完毕,就在后宫陪侍。 二张恃宠儿交,不仅在后宫自义专横,而且结党营私干预朝政,引起了重怒,终于在神龙元年,张俭之等策动了宫廷政变,杀掉二张,武则天也在病榻上被请下寓座,让位于中宗,作为一个女人,她需要男人满足她,这个需要她却永不满足。 她宠幸的薛怀义,是因其身材高大,健壮有力,后因不驯服,而被她暗杀,她宠幸审难了,因其中年体衰,而遭到厌弃,她宠幸的张义之兄弟,则面若莲花,事情有方,使她精神上得到了满足,春情赞助。 她感谢二张的奉献,受以高官,为以国政,成为她晚年最信任的人。 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兵,莫非王臣,天下男人多如牛毛,理论上来讲,这些男人统统都是属于武则天的,不过武则天可是有口味标准的,想要成为他的男宠,必须得是一等一的美男,并且强健有力,用现代话来说,你要不是电动小马达。 一分钟八十下的狂甩达人,那是想都别想,有爆发力还不行,必须还得有持久力。 一分钟八十下,至少也得坚持八十分钟,要不然,女皇武则天要你何用,六十岁熬死了李志,六十七岁正式登基称女帝,随着权力的日益扩张,武则天的性语也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。 那些有名有姓的男宠不算,武则天还私自在宫廷之内,豢养了一只三千人的护卫军。 美其名曰护卫,其实就是武则天的男宠。 而且,那三千人的淘汰率极高,可能今天生龙活虎,陪武则天成欢一夜。 第二天,立马精神为敏,瘦得皮包骨,这种人只能领了银子,出宫自生自灭。 而被武则天玩过的男人,都因惊缘狂泄,活成了短命鬼,不消一年,便会虚弱而死。 更有甚者,有传言,武则天曾经一夜遇三十位精壮猛男,最后竟把那三十人炸得嗷嗷直叫,第二天全都变成人干,自己死了。 不单单如此,武则天还在宫廷之内养了一只斑斓猛虎,虽然没人见过,但也使传言,那只斑斓猛虎,也是武则天的性发泄工具,人语受交。 不知道是不是武则天第一个发明的,而且敢和老虎玩情欲,恐怕也只有千古第一女帝武则天敢为之。 作为一个女皇,一个精明的政治家,武则天续养男宠,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权。 二章入世后,武则天已年满73岁,就算生活忧郁,养生得法,服用春药,也难使一个老欲返老还童。 他这时在向众人炫耀,既然男子为弟,可以有成群的嫔妃,女子登基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。 武则天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,是辉煌的一生,他因为超强的欲望而走向人生巅峰,走向政治巅峰,最终也是被欲望所反噬,丢失了一切。 武则天领潜力的那块无自卑,可能就是他想说,而未能说出口的遗言罢,我自危然处理,是非功过,留待后人评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